而且這個全世界 真的可能只有臺灣這個地方 可以特殊到這樣子 我想全世界的官員 一定都很羨慕陳時中 你說陳時中臉皮厚 你說他心理素質高 這個不重要 重要是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怎麼奇怪 大家好像都隨便政府怎麼耍 大家都沒有意見 大家都是政府怎麼帶風向 大家都能夠接受 只要一句話叫做愛國產疫苗 然後高端其他任何的這個弊端也好 或是大家的質疑也好 或大家對他的一些指教也好 通通都不合理的 通通都不需要答案的 我覺得今天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如果這些官員看到臺灣 有這樣的情形 風向這麼好帶 民眾對於問問題 並沒有這麼的切實 這麼的徹底 我覺得他們會覺得 哇 在臺灣幹官員實在太好幹了 陳時中 你乾脆去國外教大家 怎麼當官好了 怎麼愚民好了 怎麼騙大家好 那要先把國外的人交了跟臺灣 某些朋友一樣 容易洗腦 腦弱 腦弱 他們夠腦弱 政府就有餘地 胡搞瞎搞 臺灣很多人確實很腦弱 是不是 我們在民主的一個最簡單的核心價值裡面 就是去質疑政府 監督政府 以不信任政府 然後作為一個我們的基礎 那臺灣現在的政府一天當然告訴你 你要相信我 你要這個給陳時中一些空間 我們也能夠接受在非常時期這樣子 但是你完全知性不揭露 不告訴我們一些正常的資訊 公開的資訊的時候 你叫人民如何自處呢 你反映出來這種心態就是你好像高高在上 人家叫你 你叫大家幹嘛 大家都必須要接受 你命令大家現在做打AZ又打AZ 你叫大家現在打高端又打高端 我覺得這種心態上的反應讓大家很難接受 那在現在這整個疫情 我們明明沒有疫苗可以打 他又好像要撫恤人民的意志 他不願意去做一些比較難的政治的一些 這個判斷去開放我們整個回到二級 讓大家很有可能懶疫風險的時候 我覺得陳時中 他一開始就是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沒有購買疫苗 到現在他一步錯 步步錯 他從來都沒有什麼叫超前部署 他都是走一步 算一步 看看能不能呼嚨過關 矇騙過關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管是老人家也好 年輕人也好 真的要開始多質疑政府 多看看有哪一些資訊 是民眾需要知道的 那陳時中這一年多的表現 我現在告訴大家 他根本就不會為了大家利益 而為他最高指導的原則 他就是想要呼嚨過關 蒙混過關 他認為他好像在衛福部長的一天 當指揮官的一天 他就好像是為了自己未來的政治利益 在謀取福利 所以大家要自求多福 那這個至於願不願意打AZ 願不願罵 打Moderna 還是打高端 大家民眾可以自我做選擇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政府有沒有提供一個足夠的平臺 讓大家在平臺上公平的來施打 還是像我們一直不斷聽到的 有一些黑箱的人士 一些奇奇怪怪的數字在一類二類到七類的增加 或者說是一些造冊沒有打到 或者造冊不存在的幽靈人孔 這些事情都讓大家很難接受了 來 我們兄哥是不是要線上了 兄哥 來 晚安 你頭上也聽 氣死不成這樣 現在都主母啦 第一季也沒有 第二季也沒有 又叫老人家上網登記 又超商來幫忙 通常是為了高端用騙的 來啦 兄哥 不用想去 你要想去什麼 我氣死了啦 我爸媽打不到 我氣死了啦 這種人你還沒想去 我們都輸 我們要冷靜 叫做什麼 叫做塞虎啊 你聽不懂 師父喔 塞虎啊 不是塞虎 塞虎啊是什麼 塞虎啊 叫做老籤啦 塞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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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虎啊是老籤喔 就有人家說 劉威你好 如果說劉威你好 劉威你好 立委你好 譬如說 十毒九炸嘛 專門在炸的就是塞虎啊 這個就是老籤啦 他在出老籤 第一個轉移焦點 那你不要以為 他從 在神壇上 跌下來 他是很不甘心的 那基本上 當 買到1500萬劑的BNT之後 就是整個高端之亂 雖然繼續在亂 可是在這個亂局的過程當中 有了 日本的300萬劑鄉鎮 嗯 有美國的250萬劑鄉鎮 再加上當時其實第一波 讓他們解套就是 國台銘 還有台積電流動 進總統府 那總統拍板 雖然 他們給他 打了8天的行政院 但是那一波 我好像也在你節目講 就是說 民間的壓力 本來要大鍋的壓力 就已經燒結了 就大家有一個期待 啊 BNT要掉 所以那個時候不是很多人講說 我們在等高端的 老人說 我要等煮高端的 那個時候就是民間在期待 想要打BNT 那後來 又加上10劑 這500萬劑 所以讓他們 整個壓力燒結 那壓力燒結呢 他們心有未肝啊 就是我在沉潭上 第80%的滿意度 竟然會跌到不到50% 所以那個時候啊 他們不會就此死心啊 民進黨外說 他不會這樣就死心了 他們是最大的火鍋在這裡 可能有千年要放他太過 你不要看陳時中跌下來 他沒有跌 他參選之心啊 還沒有斷 所以現在是死灰忽然 就是說他還要一搏 那一搏要怎麼搏 要重新包裝嘛 就要要裝新品 第一個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知道 疫苗之亂是中央造成的 好 他要把這個疫苗之亂 從你有期待 到讓你期待陳真 所以他創造一個 上個禮拜先講 如果 都是地方 你看你們有20萬劑都不打 是你們喔 他們說 哎 剛好所有地方政府 跟你來這次 哦 一個逆轉 隔了禮拜 就是這個禮拜 你變成我們打的是你疫苗不夠啊 這個就是轉移焦點 第一個他讓你轉移焦點以後就說 疫苗不過不是我中央的問題 是地方政府操作的問題 好 現在地方政府現在打完了 打了 有人說 你看你們插隊哦 是你們有插隊 到底誰在插隊 從頭到尾就是第二類 第七類 你中央插了將近100萬人 是你在插隊 所以我們這些莫德納的孤兒 亞西亞的孤兒 這個郭正亮跟我 我叫你英雄 我這樣去改了 加上黑劑嘛 你也去加黑劑喔 夭壽真正 他不敢在這裡也都沒辦法 我那一天 因為我給你看我7月23 自己是陰性的以後 我想一想 哎這如果沒有煮喔 現在Delta這麼危險喔 都要怎麼清理喔 好到水小 後來我就也去加上AZ 可是完全沒有收到簡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現在的他補救了喔 他現在布的局 不是為了要讓你打到疫苗 你知道嗎 那 他也不全然就是要呼航高端了啦 因為說實在啦 你看那個 除了他幫你自動三個 都勾起來了以外 扣掉以外 其實願意打高端的不到2%啦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高端是四邊而已 我沒騙人啦 但是他要藉著整個說 不是疫苗之亂 他還要一搏 他要重新翻 減肥要翻新了 他還會創造另外一波 他是神 他還在招式 還在想政治 所以你看 昨天 昨天開始 又開始配合國際媒體 開始一波要新的宣傳 你等著看好了 台灣的防疫是前段班的 那這個當然我們可以預期 就是說我們在上個月 我們也知道 假如我們的疫苗打得夠 國門繼續這樣鎖國 確實我們防疫的成績是推回升的 現在就是因為跟經濟接軌 這一塊真的是落後太多 所以他們也預期的到 我們也預期的到 如果今天疫苗 又正是掌握在我們兩三個人的手上 我們知道未來會看好的 形勢會趨緩 就是疫苗這個問題 那現在就變成什麼 就是經濟的接軌 所以他才會又起心動念 又有這個起心動念的政治思考 所以你不要小看 那個舉步的很巧妙 現在國際媒體出來了 哎呀 台灣你看 這個蔡英文 是夠能改 今天又有一個新的翻轉 哇 真厲害 你們家真的貴賓比貴更厲害 那台灣人寫的 那不是台灣人寫的 舒志倫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寫的 那是台灣人寫的 台灣人寫的 這就是轉嘛 轉換立場 借位嘛 借位發球嘛 所以慢慢你可以看到政府喔 他的大內宣又會開始了 那大內宣開始以後 只要他把疫苗的覆蓋力 達到50% 我跟你講 他是安全下裝的 優政 我給你報一下 等到我們的覆蓋力 達到50% 很快喔 你不要小看喔 到8月底 要50% 不難啦 剩一個月而已 自己次人頭比 未來30天 他可能就會減移冰心了 所以我看 我一直在觀察的是 這個陳時中 他在這一波 如果在9月新開疫以前 他沒玩下去 我告訴你 他就是要拚又拚起來 你說沒辦法 他就會講 繼續幹就對了啦 當然啦 做到底就對了 做到選上台北市長就對了 你怎麼知道他的滿意度 不會再拉上來 他們現在 他們對他們掌控 絕對多數的媒體 有太大的信心了啦 真的 就算了 會想到 他會想到 那邊 會想到 那邊 會想到